幾個警員合力制服一名男子 便衣警員手持盾牌和警棍戒備 現場有啤酒罐和兒子吸入水瓶 星期五中午12時多 兩個二十多歲分別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籍男子 在西灣河泰安留停車場遭到警員截查 期間兩人反抗 警員於是出動警棍和胡椒噴霧將他們制服 事件中他們兩個和三名警員都有受傷 各人被送往東區醫院治理 兩名藍芽裔男子涉嫌拒捕 襲警和阻礙公職人員執行職務被捕 警員在巴基斯坦籍的電單車上 搜出小量大碼 他另外涉嫌藏到